韩庸装聋 明代宗景泰年间,广东副使韩庸便扶四方宣扬亡命。 到江西时,一天忽然听说宁府的弟弟某王来了。 韩庸一面谎诚有病,请王爷稍等片刻,一面派人马上去叫三司。 明代将各省之都指挥使司、不证使司、暗查使司合成三司,并索要白目击。 然后韩庸踩出来匍匐在地,拜迎王爷。 王爷一进门,就全讲的是他哥哥要反叛朝廷的情况。 韩庸推说自己耳朵有毛病,听不清楚,请王爷把要讲的都写下来。 王爷要指,韩庸就让手下人将白目击抬进来。 王爷将情况详细地写在白目击上,就告辞了。 韩庸将情况报告了朝廷,皇上派钦差大臣来计查,却没有找到宁王谋反的任何证据。 这时,王爷兄弟已经握手言欢,王爷坠不承认说过他哥哥要反叛的话。 钦差大臣回京后,朝廷即以离间亲王罪判处韩庸,要将他批家带锁送签。 韩庸出示王爷亲笔书写在白目击上的状子,才获得释放。 杨荣见贤,名英宗时,宦官王振专权,他对仁宗时的元老杨世奇,杨荣、杨普说。 朝廷里的大事多亏了三位老先生,然而你们都年事已高,操劳过度,今后应该怎么办呢? 杨世奇说,我们礼当鞠躬尽瘁,报效国家,私而厚一。 杨荣却说,世奇先生不能这样说,我们这些人已经老朽,没有力量再为国效力,应当推荐些能够胜任工作的年轻人来接替我们,以报答皇上的恩德啊。 王振听了,非常高兴,第二天,杨荣就推荐了草顶,苗中,陈寻,高谷等人,这些人都先后得到提拔重用,大应要取代三杨的证实。 杨世奇认为,这都是杨荣当初那番话造成的,杨荣说,王振已经讨厌我们这些人了呀, 我们就是坚持下去,他难道就肯善罢甘休吗? 一旦朝廷传出一道圣旨,任命某某某某某人入阁,那我们这些人就只有束手待毙,现在众勇入阁的那四个人都是我们自己的人,应当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办事。 杨荣的话,说得杨世奇,心服口服。 防占博者干政 从前晋阳有个算命先生,周玄豹,曾经预言唐高祖尊贵险恶,毕成大业。 后来高祖果然建立了新朝,他就想把周玄豹召进皇宫做官。 赵凤说,周玄豹的话已经应验,如果把他放在京师,那些轻挑浮躁,险而走险的人,就会集中在他门下。 自古以来,占卜算命人的胡言乱语导致遭受灭族之祸的人大有人才,于是高祖就改任他为光路卿,做了个专管膳食的官。 宋高祖宗时,同安郡王杨仪中闲居在家,一天他到郊外散步,遇到一个算命的人。 杨王用手上的拐杖作笔,在地上画了一幅画。 算命人一看,马上连连向他磕头说, 阁下,为什么微服出行来到这里,应该多多保重自己。 杨王非常惊讶,则问他是怎么知道的。 算命人说,图上加一画,就是王字啊。 杨王很高兴,就写了一个条子,批给他五百万罐钱, 并签上平常签署公文所画的鸭, 命算命人第二天到钱库去取。 第二天,算命人到了钱库, 钱库司坦拿着那张条子看了很久说, 你是什么人,竟敢伪造我王的假鸭,骗取钱财。 我应当把你抓起来,送到衙门去问罪。 算命人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生死历劫大喊冤枉,希望能让杨王听到。 司坦和司业一起打发了五千块钱给他, 他边哭边骂着走了。 过了些日子, 司坦找到一个机会,将情况告诉了杨王。 杨王奇怪地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司坦说,他今天说你是王, 明天再胡乱给你添加什么, 那恩王所说的诽谤就太多了。 况且,恩王已经为自己立了王赦, 以祭祀天地祖先, 在用算命地做什么呢? 杨王站起来扶着他的背说, 你说得很对, 随即就像原来要赏给算命人的几万关钱赏给了他, 一资奖励。 承昊不尽怪异 承昊在岳州做检判时, 蔡经的弟弟蔡变任元帅, 对成功十分厚待。 起初蔡变经常向成功吹嘘, 说道士张怀素, 道树神通, 能呼唤调遣非简左手。 甚至说, 孔子诸杀邵正卯时, 他曾经觐见, 杀得太早了。 高祖在成功与项羽相知不下, 他曾经登靠观察, 不知他究竟有多大岁数, 恐怕不是世间的凡人啊。 陈昊每次听到这些都暗暗好笑。 后来张怀素去四明山, 路过快溪, 蔡变留他捎带几日, 程昊也无法阻止, 他说, 孔子不谈关于怪异、 勇力、叛乱和鬼神的事情, 因为这些都不能垂犯后事。 接近张怀素就是接近怪异, 义州之长既然十分信仰尊崇, 士大夫们又争相阿谀奉迎, 老百姓必然也要沾染这种风气, 如果是真正有道的人, 根本不愿意这样做, 而张怀素却反其道而行之, 不认识他不是坏事啊。 二十年之后, 张怀素谋反之事败露, 牵连了很多知名人士, 有人想染指成功, 然而却找不到任何证据, 只好作罢。 如果不是成功评宿一贯言谈, 手中持证, 那么就难免被人抓住把柄, 罗知罪名了。 张让是众人所厌弃的人, 而陈时却偏偏前去调业他的父亲。 张怀素是众人所重奉的人, 而陈昊却独独不轻率地与他见面。 明哲保身难道也有一定之规吗? 具备着二位的见识, 可以并行不备。 东汉蔡庸, 亡命将海, 共十二年, 不能好好隐藏自己, 以预先避免董卓的征兆。 等到已经被征兆了, 黄称有病, 不去就职, 也还可以。 就因为董卓一发怒, 害怕惹祸, 不得已而去从命, 并受到董卓的宠幸。 老先生到死还在叹息, 那又何必有当初之心呢? 耿介而不果断, 在脸上刺了字并涂上了墨, 就洗刷不掉了。 自己已经违背了天下功力, 还想指望用续写汉史 来免于被世人耻笑, 岂不愚蠢吗? 看看陈石就惭愧死了。 会计天宁冠有一个老道士, 姓何? 居住在冠中东厢房, 每日栽花酿酒, 有客人来一定要宴请招待。 一天有一个道人叩门求见, 那人相貌十分睽悔, 善于言谈, 能写一首好字, 何道士欣然宽留, 住了数日才离开。 过了不久, 听说有妖人张怀素, 图谋叛乱, 就是前次来的那位道士, 何道士也造连累关进了监狱, 很久后才被释放。 从此, 他为客如虎, 渡门谢客。 一天, 忽然又有一个道人, 也是以表堂堂, 多才多艺, 被西乡道士张若水介绍前来求见。 何道士十分愤怒, 大骂了一通, 关闭门窗, 聚而不见。 这个道士就是林灵厄, 不久他就得到了皇上宠幸。 贵振一时, 皇上亲自赐名灵宿。 林灵厄有君子之风, 平日一犯之恩, 此时无不后报, 张若水因此而乘着一马, 赴公雀, 换作锐珠殿, 叫急, 他父母也受到戎风, 而何道士因为曾骂过林灵厄, 朝夕忧心忡忡, 胆战心惊, 直到张若水给他写了封信, 安抚一番, 才稍微定下心来。 这就是指之七一, 不指其二的见解呀。 孤膝仰奸, 遭祸患, 唐忠宗神龙元年, 在向张俭之等人, 已经诛杀了张一枝, 张宗昌, 将武后, 牵至上阳宫, 护部侍郎薛继柏, 对张俭之, 还言范等人说, 两个元兄虽然已经被诛杀, 但武后的侄子五三四等人还在, 斩草不出根, 以后肯定会再长出来的, 势中还言范却说, 五三四不过是小凳上的肉罢了, 留着他为天子垫手。 薛继柏叹息道, 我死无葬身之地了, 等到五三四乱政, 还言范, 懊悔莫及。 宋宁宗庆元元年, 赵乳渝, 凭借乳中防御之和, 大门市寒托咒的力量, 走通了宫中献圣太后, 拥立了宁宗, 事成之后, 公布侍郎徐仪, 就对赵乳渝说, 今后, 寒托咒肯定会成为国家的祸患, 最好是充分满足他的欲望, 而将他放置到远离经济的地方。 宝文革带至夜市, 给赵乳渝说, 寒托咒所希望的, 不过是个节度使罢了, 最好是给他当。 宝文革带至朱谢说, 赵乳渝应当用厚赏, 酬谢寒托咒, 不要让他干预朝政。 赵乳渝却认为寒托咒容易节制, 对这些忠言全都听耳不闻, 只给了寒托咒一个防御使的官职, 寒托咒对此十分怨恨, 后来他诬陷赵乳渝图谋造反, 赵乳渝被贬折, 暴死边疆。 五三四和寒托咒都是小人, 然而五三四有罪, 所以应当讨伐他, 除掉他, 寒托咒有功, 所以应当奖赏他, 远放他, 除掉五三四应当在五后被迁走的时候, 远放寒托咒应当在他还没有得志的时候, 过了这个时候就无法有所作为了, 五王和赵乳渝都是支持他们的权势, 声望和才智, 凌驾三四托咒之上绰绰有余, 却不知道恶人的手段往往更加胜于豪杰。 为什么呢? 这些人大意, 而那些人机密, 这些人宽厚, 而那些人狠毒啊, 忠心的谋略, 不依从自己给自己留下了祸患, 悲哀呀。 李贤论官多兵少之患, 唐张怀太子李贤曾因为军官只是增多而不见减少, 就向高宗皇帝觐见, 他说, 天地间的万物都是有生长必有消亡, 如果人只生不死就会无立足之处, 自古以来, 有军官的人虽然撤有皇上赐的金书铁券, 发誓要永远保留他们的官权, 然而他们的子孙良又不齐, 多次处击法律, 马上被割除官职, 剥夺封地, 有的能再立功, 又再给他们爵位, 哪里有屡次犯罪而不革职的呢? 如果照现在这样长期搞下去, 天下官多兵少, 老百姓供给他们俸禄, 必然导致人民的贫困, 国家的根本就亏损了, 这个问题不能不深入的考虑啊, 此论关系甚大。 刘燕论先使官员私用吴炯, 唐代宋广德年间, 刘燕曾任转运租庸延提使, 在长江边设置造船工厂, 每造一艘船拨款签名, 即一百万文。 有人说, 实际开支不到这个数的一半, 请求减少一些拨款。 刘燕说, 不能那样做, 考虑大事的人不能吝惜小的费用, 凡事都必须做长远打算。 现在刚刚修筑造船厂, 办事的人很多, 应当先让他们私人花销不敢到窘迫, 才能保证工家的船只造得兼顾完好。 如果马上就与他们斤斤计较, 这件事怎么能干得长久呢? 过些时, 必然有人减少拨款, 减到半数以下还可维持, 再减事情就行不通了。 50年后, 转运时果然将拨款减少了一半, 到了一纵闲通年间, 转运时算计了实际费用拨款, 不再有多余的花销, 造船厂的船只就越发脆薄, 容易损坏, 江淮间的曹运事业就废弃了。 感谢观看